11号起架的台中大甲妈祖绕境才两天 零暴力就宣告破功 13号凌晨一点多 队伍走到了彰化大村 发生了暴力冲突 36职士在行李过程当中 法器撞到了人 被撞的男子说他当时有上前告知 但是对方只是笑笑的 甚至还被其他的职士呛瞎 让他心有不甘就骑车去追轮轿 双方进一步爆发了冲突 而警方事后也带回了10名男女 一群人在马路上追打斗殴挨打的 疑似是走在大甲妈联教前的 36职士团还传出阵阵叫嚣声 事后一群黑衣人嚣张跨越马路 离开现场 警察 一旁民众联盟大喊 警察这个过程都被录下来 13号凌晨一点多 大甲妈绕进行精彰化大村 中山路三段的保龄球馆停车场前 发生冲突 警方带回10名男女 不过主嫌失信男子出面喊冤 在走路的时候 就是被那个指示人员回到 然后造成这样的疼痛 然后舆情 他们在那边围过来 就以为我要闹事这样 就把我一直推开这样 然后就呛声 就是说要怎样怎样 失信男子说自己的太阳穴 当时被36职士的法器撞到 但对方伤人只是笑笑 其他职士甚至还对他呛瞎 让他心有不甘 骑车追轮轿 却又在起冲突 双方都出手成为今年大甲妈祖 绕境的首起冲突事件 失信男子原本以为是一场误会 但现在却被依据中斗欧送办 提醒民众绕境期间 如果受到任何侵害 最好还是向警方报案 别私下报复 记得带入帽装话 采访报道